眼睛是个消耗品,年纪越大病越多,教你一招,摆脱眼干流泪眼花。 现代社会,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子,基本都是用眼过度, 像上班上学时盯着电脑或者书本,下班到家后又盯着手机屏幕, 所以眼睛基本都有点毛病,比如眼睛干涩发痒,怕光流眼泪, 甚至是看东西不清楚等等,而眼睛本身又是个消耗品, 年纪越大的人,问题就越多越明显。 所以今天我来教你们一招,养好自己的眼睛,摆脱眼睛干涩, 眼花流泪等各种眼病。 首先像是小孩子或者眼睛稍微不舒服的, 平时可以把双手搓热后放在眼上热服, 这样可以让眼周气血流通顺畅,让眼睛得到充分的滋养。 当然也可以暗揉穴位,比如眼睛红肿疼痛, 暗传珠穴、清明穴。 眼睛干痒疼痛的,暗揉舞会穴和光明穴。 眼睛流泪分泌物多,暗揉头淋气穴或传珠穴。 眼睛模糊晚上看不清的,按摩清明穴和行肩穴。 通常症状交轻,或者眼睛是忽然开始不舒服的, 每个穴位暗揉5-10分钟,坚持几天就能看到不错的效果。 那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,眼睛不舒服很久了, 并且平时经常感觉压力比较大,脾气比较急躁, 稍微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, 那可以用兔丝籽白勺来煮水。 这兔丝籽可以明目专门调理双眼昏花模糊的情况, 而且它还能补肾甜经,肾经足了就向上滋养眼翘。 而白勺滋肝阴,脸肝血终于认为肝开翘于目。 当出现眼睛肝涩发痒事物不清时, 通常是肝血不能向上滋养眼睛导致的, 加上人过40肝屎衰,所以年纪越大,肝因耗损越严重, 眼睛毛病也越多,所以这种的平时就可以用这两味药来煮水喝调理。 如果身体有其他不适,也可以对症搭配其他重药一起使用, 效果更好。 当然也可以参考中程药,齐菊地方玩, 这个药可以滋补肝肾肾,专门用来调理肝肾阴虚后出现的眼睛怕光, 肝涩发痒事物不清等情况, 同时还能调理肾阴虚后出现的头晕眼花, 耳鸣腰气酸软等症状。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, 如果身体不适,请及时限下就医, 我们下期再见。